这次《举止杀》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票房成绩 真的是让中美核拍片彻射底底的 扬眉吐气了一把 所以这一次特别跑来美国来领这个 中美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我也是特别的高兴 其实最开心最开心的 最值得的还是因为 最有价值的吧 还是因为今天的《举止杀》 走到了一个让全球震惊的 这么一个最终的成绩 它让华纳震惊了 它让我们中方也震惊了 它让全世界都震惊 这样一部中美核拍片 它的票房收入是非常的even的 什么叫even的 中美核拍片 美国收入十亿美金 十亿人民币 中国也收入十亿人民币 就是差不多 那么做到了非常的平衡 然后out of这两个地方 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的票房 也都非常的平均 那么我们客观的 从这些数据的角度上来讲 证明这个电影 它最终的故事呈现 以及它表达的这种价值观 是让全世界的观众 在文化层领域上 在价值观这个层面上 是可以让大家接受的 那我觉得《举止杀》能够取得成功 真的就是做到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都是在最佳的一个时间 让这个组合碰在一起 了解这个戏的人 但是我相信可能更多的人 是不了解这个戏的 它酝酿的过程大概有四年之久 这个小说其实写出来是在1997年 那么这个故事也是在迪士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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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很残暴的 血腥的场面 这不属于迪士尼的风格 那么到后来 呃 时至今日 走到今天 那么被江伟先生 拿到这个剧本 拿到这个题材 又找到了 华 呃 这个华那兄弟 一起去合作 做这个电影 最终又找到了我 我们三方一起把这个电影 拍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中间的艰辛与过程 是大家不知道的 但是最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碰上了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呈现 那么其实在过去的这十年里 我有幸拍了这么 大概五六部吧 这个国际制作 那么对我 每一部对我来说 都是一次training 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它在不同的电影里面训练了我 咱们可以说一下功夫之王 那么 也是我第一次 它是那么的陌生 又那么的充满吸引力 对我来说又是那么的好奇 我可以有兴趣参与这样一个片子 然后这个影片会在全球范围内放映 它对我来讲是非常好奇的 而且是用第二个语言 我可能 原本的想说第二种语言 应该是特别easy的事情吧 就背一背 但其实完全不仅仅只是背 那只是一个first step 那是简直了 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理解的太浅薄了 然后接下来的雪花迷深是一个纯文艺片 然后生化危机 那是一个纯美国片 那个不是个合拍片 然后再到变形金刚 又是一个纯美国片 我其实成长到变形金刚的时候 我已经长了一点点羽毛和能力 敢和导演去要求 改剧本 改戏份 甚至跟他去argue 去怎么样加强一个人物的 他真正的功能性在这个电影里面 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自己一部一部戏的这种进步 以及每一部戏给自己的这种训练 比如说从第一次拍摄和到今天拍摄 那对我来说绝对是天壤之别 那个差距从我一开始对英文的掌握能力 首先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说如果我第一次拍这个合拍片的时候 我认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英文 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个语言 你说到哪儿了你脑子都跟不上 完全就是一个背 然后心里去理解这个东西 那个那种尴尬和忐忑 只有就是我作为表演者 我知道我自己当时的这个状态 我也不是神 然后我也不是传说中的真的特别刻苦 我也懒 我也惧怕 我也拒绝 我也恐惧 但是如果压力来了 事来了 你必须要完成的时候 它是一个mission 对吧 所以你这个情况下 我是在这种状态下 一直在这个中美电影里面 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合拍片的过程当中 可能可能我呀 还是在里边坚持最久的一个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